和威瑜一起看時間 大家好 新的一周開始了 以哈戰爭不僅沒有結束的跡象 反而像是剛剛開始 以色列可能隨時會進入加薩走廊 發起全面進攻 不過截至目前 以色列還在等待平民撤離到加薩南部 哈馬斯的支持者伊朗 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也都在蠢蠢欲動 另外 有網友發現哈馬斯武器的原料是來自中國的證據 世界各國都在驅逐支持哈馬斯的難民 出乎意料的是 有一名哈馬斯領導人的兒子 竟然公開發表譴責哈馬斯的言論 說哈馬斯是地道的恐怖主義組織 確實是有點讓人驚訝到 今天我會跟大家來更新這些最新的消息 先說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週末我打算去林肯中心觀看神韻交響樂演奏 有沒有人想和我一起去的 住在大紐約地區的朋友可以考慮 安排時間去觀看 10月22號周日的下午1點到5點 連續有兩場交響樂的演出 我們有很多華人可能都沒有聽交響樂的這種習慣 這可能跟我們從小的生活環境 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有關 我以前也是一樣 後來慢慢地發現交響樂原來真的是很好聽 尤其是神韻交響樂 是融合了中西方樂器 很完美地演繹了東西方音樂傳統 既有西洋管弦樂隊那種宏大敘事的磅礴的氣勢 同時又有中國傳統音樂的這種靈動婉轉和豐富的內涵 過去幾乎每一個聽過神韻交響樂的人都被深深地震撼到 好音樂真的是可以穿透心靈的 那訂票的信息呢在我們的置頂留言區 只有這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錯過了 希望我們能夠在林肯中心遇見你 好 我們來更新一下以哈戰爭的最新的戰況 10月16號在短短幾個小時內 以色列國防軍猛烈地襲擊了包括哈馬斯總部在內的 數十個目標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他們的攻擊目標 包括哈馬斯的總部 迫擊炮發射陣地以及軍事基地內的一些恐怖分子 以色列海軍也向加薩的水面和地面目標開火 以色列軍方還透露 他們15號朝加薩地區250多個目標發動了空襲 包括數十個軍事基地監視所 火箭彈發射器等等 哈馬斯南部國家安全區的指揮官艾德 也確認在這次的攻擊中被定點清除了 斬首行動在這次戰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哈馬斯突擊隊的指揮官阿里卡迪也在兩天前被炸死了 14號以色列軍方擊殺了哈馬斯納哈巴部隊的指揮官 凱德拉 這個凱德拉呀 據說就是7號哈馬斯入侵以色列南部進行圖村和砍頭嬰兒的負責人 可以對嬰兒斬首 這種惡魔行為已經不能稱作是人 他也終於付出了代價 那在這次戰爭中以色列的武器方面顯示出了絕對的優勢 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以色列集結的進攻加薩的裝甲系列戰車中央 都開始加裝一個頂篷 因為怕被哈馬斯無人機或者是反裝甲飛彈進行頂攻 這種做法其實是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吃虧以後想出來的辦法 為這個坦克加裝的 現在其他國家也在開始忙著抄作業 這兩天對以色列大有突破的一項技術是以色列的激光新防禦技術 已經派上用場了 而且成功的攔截了哈馬斯火箭彈 效果非常的好 這種技術叫做Iron Bean 就是鐵光劍 這個鐵光劍它是使用激光擊落敵方的飛彈無人機 而且每次射擊的成本你們猜是多少 大約是2到3美元 是不是不可思議的低廉成本 過去用的鐵窮系統每套系統每發的成本是5萬美元 而且只有20枚攔截彈 一旦發射完畢就需要長時間來重新的填裝 美國專家曾經指出鐵窮防空攔截率達到40% 已經是人類科技的極限 不可能會達到90%的攔截率 但是這個鐵光劍就可以達到彈藥無限的多 從而提升這個攔截率 有了這項成本低廉的技術 哈馬斯發射的火箭彈估計都要白費了 實際上哈馬斯在繼續向耶路撒冷發射火箭彈進行攻擊 耶路撒冷它目前是被以色列作為首都 不過這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 事實上哈馬斯他也是以奪回耶路撒冷為藉口來開戰的 哈馬斯的攻擊導致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國民議會中斷了 因為這個議員他們需要躲避火箭彈 但是目前以色列數十萬的大軍已經將加薩團團圍住了 那裡大約有4萬哈馬斯 其中有戰鬥力的有近萬人 即便不包括空軍 雙方的力量對比也是非常明顯差距的 很明顯哈馬斯是打不過以色列的 所以巴勒斯坦並不是所有人都想打仗的 15號 巴勒斯坦的總統阿巴斯表示 哈馬斯的行為並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他還譴責哈馬斯最近對以色列南部的襲擊 不過他的話後來就被官媒刪除了 哈馬斯領袖之一的哈山尤索夫的長子 據說已經是改姓基督教了 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譴責哈馬斯 欺騙國際社會 利用巴勒斯坦人民製造災難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組織 是巴勒斯坦人民最大的敵人 我們看這個視頻中 他的精彩發言讓全場都傻眼 可能以為他要代表哈馬斯來譴責以色列的 所以我們說不要一棒子打死一個民族 人和人是有個體差異的 還有更多的巴勒斯坦人 或許根本都發不出他們自己的聲音 只能被哈馬斯當作肉盾任由他們擺佈 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 真的是支持哈馬斯的宗教極端分子 我們來對比一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 哈馬斯支持者 看看他們到底有多大的差異 有一名遊客記錄了在以色列航空的一幕 在從曼谷到以色列的飛機登機之前 這個候機室裡面集滿了想要返回以色列 參加預備役的年輕背包客 在登機的時候他們宣布 所有還沒有座位的人可以等待 並且盡量會讓每個人上飛機 現場有幾十名年輕人想要回去應徵入伍 飛機坐滿之後 這個以航的人員又帶了20多名年輕的女性 上飛機 並且讓他們坐在機組人員的折叠椅上 之後呢這個機長同意以後 又有十多名年輕男士 坐在飛機的廚房和門附近的地上 整個飛行過程中啊這幾十人都盡可能的躺在地上睡覺 包括在這個駕駛艙附近啊商務艙附近的地上啊 還有飛機的每一個角落裡 戰爭爆發一周有165,000名以色列人從海外回歸到祖國參加戰鬥 乙軍的規模已經從18萬人急劇地擴大到了54萬人 反觀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男性 他們非常勇敢地走上街頭抗議 大聲說他們的祖國遭到了災難 但是呢他們除了和當地的警察對沖 沒有人想要返回他們的祖國參加戰鬥 這是不是有點像中共國的小粉紅呢 他們應該叫做小綠綠 不過呢這次西方國家受購了這種無休止的大規模的抗議 開始遣返支持哈馬斯的難民 包括學生 學者 法國就率先遣返了三名哈馬斯的支持者 他們將被剝奪難民身份遣送回國 法國移民署的官員說 他們以難民的身份來到了法國 我們的國家寬容地接納了他們 但是我們不會用我們國家納稅人的錢 去接近那些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以後我們會遣返更多的人 只要他們支持恐怖主義 就是既然你熱愛他們 你就應該回去支持他們呀 我覺得法國政府干得非常的好 過去法國也因為這些難民吃盡了苦頭 像當街強姦女性啊 刺殺大學教授啊 各種糟糕的事情 都是因為這些宗教極端分子而起 那現在呢 德國也跟進了 也開始審查這個示威遊行中的暴力分子 他們如果是難民的話呢 就會被剝奪身份遣返 還有像意大利政府 他們也規定所有遊行支持 哈馬斯的巴勒斯坦人都會被遣返 澳洲警方也表示揮舞哈馬斯旗幟且說出 煽動種族仇恨言論的人將會被捕 並且面臨最高三年的監禁 澳洲也正在討論直接遣返所有支持哈馬斯的 巴勒斯坦人 英國內政部消息 所有宣稱反猶太讚揚哈馬斯 宣傳恐怖主義種族主義的學生學者 工作簽證都會被取消 然後就地遣返回國 看到這些大家應該也明白了 猶太人在全世界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雖然這樣的做法有點過於政治正確 但是想想的還是應該支持 如果對待殺音的這種恐怖主義分子 還心思手軟 那後果可能是更多的人會受苦失去生命 我想這一招什麼時候可以用來對付中共呢 只要把中共列為恐怖主義 那全世界就可以這麼做了 其實中共歷次運動中直接間接殺死的中國人 已經遠遠超過猶太人的死亡人數 只是這個事件真的是瞎了眼 看不到這些人禍 有些人可能覺得以色列同樣的殺死了很多無辜的人 為什麼你就不譴責他們呢 戰爭啊必然是血腥殘酷的 那戰爭呢也必然是會死人的 我們在看一場戰爭的時候呢 並不是看誰殺了人就是壞人 主要是在這種雙方的做法中去衡量對錯 比如說像以色列 他為了減少普通民眾的傷亡 他先讓巴勒斯坦人南遷 然後大軍進入北方來排查每個恐怖分子 然後再讓巴勒斯坦人北遷來排查南方 雖然這樣迂迴的篩來篩去很麻煩 但是呢這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減少平民的傷亡 巴勒斯坦人如果能夠主動的配合以色列 孤立暴露哈馬斯 那這樣對他們自己也是一個非常有利的選項 以軍還連續三天通知巴勒斯坦人南撤 以推遲進入加薩的時間 而且還每天預留了幾個小時的安全窗口 而哈馬斯是怎麼對待他們的人命的呢 一名試圖向南撤離的加薩居民 告訴以色列國防軍情報官員 剛開始的時候哈馬斯只是要求百姓不要走 這樣不管用之後 他們就開始用重型卡車堵路 或者是直接搶鑰匙不許難民逃離 以色列還特意恢復加薩南部的供水 以吸引更多的北邊的居民向南撤離 但是哈馬斯就試圖攔阻這些加薩的民眾難撤 還設置路障和引爆炸彈造成傷亡 因為哈馬斯他們真的是不能失去民眾 為他們做人肉盾牌的這個功能 如果全走了他們不就完全被暴露出來嗎 哈馬斯在危險來臨的時候 總是躲在平民的身後 這就是區別 這樣的兩個國家你會支持誰呢 其實以色列的目標僅僅是哈馬斯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爾登 今天還表示以色列他並沒有興趣佔領加薩 但是會做任何有必要之舉來消滅哈馬斯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赫佐格今天也告訴CNN 說以色列不打算在衝突結束以後佔領加薩 他說我們不想佔領或者是重新佔領加薩 我們並不想掌管2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其實這一點非常好理解 大家想一下加薩走廊一個戰後一片狼藉 滿目蒼夷的地方要什麼沒什麼窮的要飯都沒有地方去 那佔領這裡以後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物資去建設 那裏200萬巴勒斯坦人如果他們沒有地方接受他們當難民 那他們就得讓以色列來管 那以色列為什麼要接管他們呢 來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內部消息指出 加薩地區當地16日上午9點起進行了5個小時人道主義停火 讓援助物資從拉法檢查關口進入 以及讓外國公民撤離加薩進入埃及 其實以色列的絕對優勢已經讓哈馬斯有掉頭認輸的跡象了 16日的當天也就是今天 伊朗外交部的發言人在德黑蘭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如果以色列停止對加薩走廊的空襲 那哈馬斯就準備釋放其扣押的近200名人質 伊朗是哈馬斯對抗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 相當於就是替哈馬斯發聲 哈馬斯之前是怎麼說的呢 如果以色列繼續轟炸 他們就會公開處決人質 現在改口說明哈馬斯已經在考慮認慫了 哈馬斯的武器原材料是來自中國 這一點已經有證據可以證實了 網上有一段視頻是來自中國一個生產防護欄的廠家 這個視頻上寫著中東客戶定制的防護欄 不知道做什麼用的 看起來這個畫面中大量打包好的鋼管的形狀 是類似火箭 在江蘇一帶一路網站上 有一條今年4月份的新聞赫然寫著 今年一季度揚州江都城德鋼管龍川鋼管 累計向中東地區出口無縫鋼管1866萬美元 同比增長205% 目前在手訂單1340萬美元 同比增長370% 這基本上就坐實了 中共國向哈馬斯或者是向伊朗 輾轉提供了武器的原材料 雖然中共一直都不改口也不肯譴責哈馬斯 還支持巴勒斯坦建國 但是這種支持只可能暴露中共的野心和兇殘的本性 哈馬斯能不能夠認慫基本上要看美國守護以色列的力度 目前支持哈馬斯的力量 黎巴嫩真主黨還有敘利亞已經比較小範圍的在加入這個戰鬥 真主黨繼續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邊境部署了軍隊和重型武器 真主黨擁有數萬枚火箭導彈 幾乎能夠擊中以色列的任何地方 他們是比哈馬斯要強大得多的對手 他們襲擊了以色列北部城鎮 造成了一名以軍的軍官陣亡 敘利亞方面也砲擊了鄰近的敘利亞的以色列戈蘭高地 以色列予以了還擊 在兩度轟炸之後 使得敘利亞的大馬士哥國際機場跑道癱瘓了 轟炸機場是為了阻止伊朗的外交官和革命衛隊的成員抵達敘利亞 伊朗陸陸運輸戰略武器企圖抵達黎巴嫩 也被以色列的轟炸阻止了 以色列戰略部長認為 伊朗正在努力把更多恐怖團體帶入這場戰爭 目前美國第494遠征戰鬥機中隊的F-15E攻擊因戰鬥機 已經全數抵達了中東 16日 開源情報網報導 美國國防部的官員說服以色列政府 不要對黎巴嫩真主黨部隊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 並且承諾如果真主黨確實是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 那美國在地中海的海軍 包括福特號的航空母艦都將提供軍事援助 可想而知 美國是不希望這場戰爭升級 就在中東戰火紛飛的時候 北京竟然今天舉行了一帶一路峰會 為什麼會挑在這個時間來舉行 到底有多少國家會去參加 習近平這個葫蘆里賣的又是什麼藥呢 我們明天來繼續這個話題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見